想到說從明天開始 就不是媽媽對女兒 就是婆婆的媳婦了 就會有一種轉變的 也不捨得離開媽媽了 應該就是那種心情吧 而且那個年代 應該交通比較不方便吧 不像現在就是 隨便就可以又見到了這樣子 對 沒有 以前談戀愛的時候 也是用通信而已 也沒有什麼很少在一起